你到我,你到我這邊來 OK,欸,你不要不要走 哈囉,大家好 欸,現在是Live嗎? 對,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東京的元宿 然後現在我們是在主幹道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到了晚上依舊這邊人很多 然後在我面前的這一個是比較有名的 叫TOKYO PLAZA 對,然後今天我們會跟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來逛元宿 然後現在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吧 然後現在 OK 綠燈 然後現在 欸,要先往拉佛倫那邊走嗎?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路上現在 你是往前走 對,現在東京很冷 然後路上的人也很多 新人很多 然後 對,然後我們現在在眼前的這一個 是東京比較有名的商場 叫做La Folet 然後呢,是年輕人會比較喜歡的店 然後主要會買少女系的服裝吧 然後大家知道之前周杰倫發了一首新歌叫 叫什麼啊? 好久了欸? 欸,叫什麼? 叫什麼呢? 說好不見還是什麼? 對,說好不見 當中有一家奶茶店 就對 我們可以跟著去看一下 賣錢 對,這叫 日文叫做Machimachi 這家就是周杰倫開的奶茶店 對,然後在... 然後在... 這個店的上面 是的,你這邊...你會背光耶 背光嗎? 對 喔,很好看 哇,好好看 哈囉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就從這家店開始 你可以說些話 打招呼嗎? 哈囉 這是教授手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 我們現在在... The Folet的門口 我準備要進去了 OK 那我們現在往裡面走吧 往裡面看好了 大家...就很奇怪 呵呵呵 這邊你問有幾層? 這邊有... 六層 一共有六層 一共有六層 然後它是那種... 那種... 一樓、一樓、一樓、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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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所以說... 感覺算起來大概有十二層 十一層、十二層 好,那我們就去看一下吧 我們先從哪邊開始管好玩 我們先... 有地下 可以啊,我們先往地下走 我們先往下走 沒關係,你往下走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商場裡面 就是不知道有些店會不會拒絕攝影 所以有時候 也許我們會被店員攔住 不能攝影的情況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 這家... 對,這家球鞋店其實在... 原色還蠻有名的 然後最近在LaVolet 它有新開了一家分店 然後位於地下的一層的樣子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 對,這個牌子還有Apple 哈哈 新款也很少 我們來看一下這款 對,這是它家的Logo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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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它家的Logo 要是來買的時候 它就會讓你去加這個... 就下載這個Apple 它好像有活動 就是... 嗯... 你的券就可以有 Logo 家... 店... 球鞋店的品種還蠻齊全的 太火了會幹嘛 太火了會幹嘛 然後大家可以看 呵呵 可能我一輩子都不會穿 就因為是在元素嘛 所以各種風格的衣服都還蠻多的 元素的衣服的話 嗯... 各種各樣 什麼都有 這家好可愛啊 是什麼風格看一下 應該也是一種很可愛的小女生 會穿的 對,這家感覺好像就是比較 偏Senshi的感覺 對,是可愛風 對,是可愛風 挺好編的 看一下 是這種... 是這種... 是這種編的 好可愛的 現在昨天很多小... 很多女孩都很喜歡穿鎖鎖鎖鎖鎖鎖鎖 這是暗黑系的風格的店吧 這是暗黑系的風格的店吧 就是...好像在Lafolet這裡面 什麼類型的衣服都會有 對,然後... 應該可以滿足不同人的需要 對 對 然後大概一層的話就是這樣一圈 其實他一層的店鋪 對,沒有很大 但是... 店鋪的分布還滿多的 好,那我們就往上面去看看吧 不要去那家店 不要去那家店 他在英國還滿喜歡的 就是... 那種... 不容易... 那種不容易撞山的椅子 在裡面買一套 我還可以看一下編戶裡面 沒有設計 沒有設計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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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上去吧 那我們再上去吧 嗯... 現在幾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樓梯當中也會有很多衣服的展示 而且這邊的... 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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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分往上走 這邊的服裝就是... 呵... 什麼風格都有 這家就是比較小的女生 喜歡買的 什麼... 什麼... 這家睡衣店 特別的舒服 對... 就是... 每年福袋 那家還沒有開呢 就已經搶空了 呵... 好像每一層都差不多就這些墊的樣子 好可愛 這個超級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大家可以近距離看一下 這好像是玩偶是吧 對,打玩偶 全站在了一起 身邊切 這... 這... 然後現在是位於好像是一層還一點五層的樣子 一點五層 對... 然後到上面二層的話就會有周杰倫開的那家奶茶店 我們可以一起上去看看 然後現在我們準備上二層 對 二層的話就除了衣服之外 後面一半還有蠻多的食品店 就有的買奶茶或者一些小食之類的 好... 我們眼前的這一家就是周杰倫開的奶茶店 叫... 對... 日文叫做MachiMachi 呃... 大家可以看 其實人不多耶 對... 幾乎沒有... 對... 也許是因為... 對... 平日的原因 然後... 我們就在這邊看一下 它其實可以走到... 室外 對... 室外的話有個陽台 你可以走出去過後 可以看元素的風景 全景 對... 然後... 這樣子 商場內部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看關於周杰倫奶茶店的東西的話 請歡迎給我們留言喔 我們之後也會做相關的視頻 叫... MachiMachi OK 我們往下走吧 然後... 其實... Lavolet的話 一公里還有很多層 然後... 大概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 這家店的話 就帶大家逛到這邊 然後我們繼續往... 原宿裡面走 OK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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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今天是... 周三 是日本的平日 就是工作日 所以... 人沒有特別多 然後... 這家店... 這家賣場一夜到晚上9點的樣子 OK 然後... 現在我們出店啦 然後... 街上依然是人還挺多的 然後... 我們往那邊走吧 好... 好... 大家看... 大家看... 對... 然後... 這邊就是... 元宿和表倉道的交界處 然後... 對... 這邊是一個比較有名的十字路口 對... 一般人的流量 特別是... 下午的樣子 人會非常的多 超級多 對... 然後... 前面一直往前走的話 可以... 走到澀谷 對... 然後... 這個後面方向的話 是... 元宿 然後... 前面的話 一直往前走的話 就是... 表倉道的... 這邊... 這邊一直往前走的話 就是... 表倉道的方向 對... 然後... 我們眼前的這家賣場 也是比較有名的 它叫TOKYO PLAZA 對... 然後... 也是主要買女生的衣服為主 然後... 它家的... 頂樓... 頂樓... 欸... 呵呵... 它頂樓是一家... 就是... 半露天的星巴克 然後... 有很多日劇也會在這個上面 取景取材 就還蠻適合... 就是... 逛街啊... 或者... 就是... 喝下午茶之類的 然後... 然後... 現在這個紅燈特別的長 我們等到綠燈的時候 再往前繼續走 現在... 東京已經還蠻冷的 所以... 可以看到大家的穿著 都是... 天秋天... 秋裝的穿著 對... 穿外套 好長啊這個 我們還在等紅燈 這個紅燈應該等了有... 大概很長去嗎 快了快了快了 我們可以來吧 好... 現在... 我們過馬路 但是現在人特別多喔 超級多 我們先往那個裡面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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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直接往那個裡面逛吧 然後... 我們走到這邊一塊 其實它已經算是表餐道的地方了 但是因為元素和表餐道是相連在一起的嘛 所以 對 然後像 這邊一條路上 它的右手邊和左手邊的弄堂裡面 就會有很多 非常多的日本的潮牌店 然後包括一些球鞋店啊 服裝店都非常的多 然後也是非常多明星會喜歡來逛的地方 我們進去嗎 什麼 進去嗎 可以啊 我們先去 先帶大家可以進一家球鞋店吧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球鞋店 然後 然後 比較難是因為它元素這邊都是左轉 元素這邊它都是小巷 小巷子特別多 然後有很多的潮牌店之類的 都是在這種元素的想像子裡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第一家算是比較有名的潮牌店 然後它叫做 它是FR2的一家算是負牌吧 然後叫做 這個 對 然後它整個 店鋪就是粉紅色為主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元素的小巷當中 其實也非常的熱鬧 就是遊客也特別的多 無論是亞洲人還是歐美人 然後路邊都會有很多球鞋店 就很多新款的球鞋啊之類的 就很多新款的球鞋啊之類的 然後包括一些潮牌的衛衣之類的 然後包括一些潮牌的衛衣之類的 這家球鞋店非常有名的喔 這是剛才那家 這是剛才那家 往前往前 可以往前 欸 往這邊 這邊 這個就是剛才那一家 這是剛才在Lafollet 地下那一家 對 富翼樓的 然後它這邊是非常有名的一家 對 然後 因為店內應該是不允許 用手機攝錄 所以我們只能在 外面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裡面的球鞋非常的多 它有一整面的牆都是球鞋 然後都有很多最新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家是最近才新裝修好的 之前本店是在 這條巷子在往前走一些的地方 但是最近重新在這邊 裝修重新開幕了 我們再往前面走吧 這家店 它會賣很多潮牌的T恤 但是價格還挺貴的 大家可以在門口看到很多新款或者限量款的 都是包得好 對 貓梯非常的多 然後一般這些元素小巷裡面的店的話 它的營業時間中午會比較晚 有些是在11點開 有些會在12點開 然後晚上幾乎都是在8點左右 然後現在我們來到這家店是大家都非常愛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共是二層 但是主要的服裝什麼之類都是在二層這個裡面 因為店內是絕對禁止攝影 所以我們無法上去 但是因為它家每周都會發新品嘛 所以很多人都會在周末來排隊 這家還蠻有名的 好 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然後包括一些飾品之類的也會 手賣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帽子點 對 大家可以看到品牌非常的多 好 剛才說的球鞋店原來是在這邊 但是現在是關 對 關了狀態 然後現在這一家 在我們的 我們的 右手邊是 BABE的副牌 欸 有車來 它是一家位於地下一層的 然後是這樣子 裡面的衣服也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現在已經很安靜了 好像沒什麼人的感覺 因為剛才這家店我們有進去跟店員問過 問能不能就說攝影許可 然後他們說店內禁止拍照和攝影 所以我們也是只能在外面看一下 OK 我們繼續往前走好了 所以元素有很多的潮牌店啊 或者手勢店 服裝店 都是在這種小弄堂當中 所以如果來元素購物想要買潮牌的朋友的話 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課 就是Google定位一下 不然的話很容易在元素街道當中迷路 而且有時候就是你身邊一家很不起眼外表的小店 有可能就是一家很有名的店 大家可以看到元素衣服的風格真的很多樣 然後都是走那種街頭風格會比較多 然後包括走在元素路上的人的話 大家的打扮都是比較偏時尚的那種 然後包括還有很多年輕的學生 日本當地學生也會在這邊買衣服 然後我們現在眼前的這家店 都比較粉嫩系的 真的就是非常元素風 你看 阿手店是嗎 古著店 古著店 對 然後都是偏年輕女生會喜歡的一些店 對 然後這個弄堂裡面 進去會有比較有名的一個牌子 叫Stussy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日本的牌子 然後我們現在就往裡面走 去看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這一家叫Stussy 欸 欸 欸 是在裝修嗎 好像沒有衣服的感覺 好像很少 對 好像 它現在是全面在裝修嗎 好像沒有衣服比較少的感覺 然後它原本是一共有兩層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共有兩層 這是二層 原本二層的話是賣女裝為主 一層的話就是男裝為主 但現在好像 是因為在裝修的原因嗎 啊 還是因為它在有地下的原因 所以會比較少 然後這邊的鏡頭的話 就是一家比較有名的Pancake店 對 叫Rimbo 對 然後走到鏡頭 就應該沒有什麼東西了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往回走 對 然後我們掉個頭往回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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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一家比較有名的首飾店 對 對 好 圓蘇每一個分岔路口都會有很多小路可以走 對 對 然後 日本人也很愛戴帽子啊 所以 帽子店也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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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會去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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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往右邊走吧 對這邊一條路就比較大一點 然後依舊都是服裝店服飾店會比較多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市場店的風格 所以我感覺也是 我們現在身邊有日本的小女生 日本的學生就一直在說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聽到聲音 好 這邊一條路就比剛才外面會 對 對人小很多 就感覺很安靜 對這邊有一家古桌店 古桌的意思的話就是二手店的意思 日本人很愛買古桌 一般日本人對衣服的保存都非常好 所以他們的古桌還蠻流行的 之前喜歡的但是沒買到的 對 對 一家古桌店非常大 大家看到有兩層的樣子 兩層 對 然後衣服品種非常的多 對 好像前面還有一家古桌店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那個字嗎 紅色字上面寫著古桌買取 對 這好像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古桌店 然後他家的本店在夏北澤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在原宿也有店 就是有鮮賀的這一家 下面的太多古桌了 對 然後 這一家啊 這一家還蠻有名的 我現在 我們的左手邊的這一家 叫XGAR 是日本女生還蠻愛的一個牌子 對 他家的店還蠻多的 然後這一家算是起店店的感覺吧 然後 然後可以看到有兩層的樣子 很好看 嗯 就很適合年輕女生 他家的風格比較偏休閒 然後可以看到在他家店外面的外牆也還是蠻漂亮的 對 很好看 拍到全身的 對 很好看 拍到全身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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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在我們的左手邊又有一家帽子店 對 顏色帽子店真的非常非常多 熱愛帽子店 大家可以聽到 就是 對 這家是家的男裝吧 顏色很多店的話 放的歌都很大聲 而且都是偏HIPHOP風格 就很適合在這邊放 走在街上有一種走路帶風的感覺 呵呵 然後這也是一家比較有名的品牌店 對 都有 然後他上面有寫 一樓是男裝 二樓是女裝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橱窗的成列 這種感覺 對 我的小衣 對 對 OK OK 他這個放太近 全身 呵呵 呵呵 那個拍鏡也太近一點 對 等一下跟他跟他們關係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身後 身後的這一家 他是一家很大的建築 然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他應該是一家來自英國的牌子 對 對應該是 因為他寫的 The Baker London好像 對 他家還蠻大的 對 他家好像是 包包和 包包比較有名 對 然後在 原宿這邊有開一家非常大的旗艦店 他在門口有一隻狗 呵呵 呵呵 好 好 然後我們剛才就一直在元素的裡面逛嘛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嗯 往前走的話就是大道 表餐道的大道 對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出去看一下 感受一下 其實雖然說元素和表餐道是連結在一起的 但是風格會比較不一樣 元素的話就是走那種街頭巢排風會比較多 但是表餐道的話就是賣那種 嗯 歐美大牌啊 奢侈品會比較多 我們現在就走出來了 我們現在在表餐道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街頭的人群 我們剛才就是從那邊前面的十字路口一路走過來的 然後現在我們走到了表餐道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表餐道 那今天我們主要向大家介紹元素 我們可以一路再往回走 看看剛才有哪些沒有就是錯過的好店 對 就是越往十字路口走的話 這邊人流量會越來越多 啊 代表餐道這邊路上有一家非常有名 非常非常有名的 帽子店 對 這是 這是日本非常多明星會喜歡的一家帽子店 不過他家的帽子也非常的 嗯 算偏貴 對 對 但是設計感很好 對 就會戴著就讓你會覺得不太一樣 對 這個牌子叫CA A4ALA 對 他家店很好看 但是帽子如果我記得的話 每一頂都要在一萬日幣以上 對 一萬兩萬的要 對 他蠻貴的 貴一點 對 但是因為這家店的話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沒有分店 但是在表餐道元素這邊這家店是非常的大 對 有 帶帶木也有 帶帶木也有是吧 帶帶木也有是吧 他好像是一個挺有名的連鎖 好 然後這家店我們剛才有進去問過店員 可不可以拍照或者設路 然後店員說基本是原則上是不允許的 所以我們也就不要冒險了 如果大家來到元素感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來看一下這家店 因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日本 對我們可以看一下門口這些 對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明星會推薦喜歡的一家店 對 基本上價格都會在一萬多 對 對 然後裡面也是非常大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進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在一路往前走吧 我可以看到人還是很多的 對 對 這家叫阿童木的球鞋店 然後剛才其實我們有在裡面進行取材 然後之後我們的影片也會分享在LeClock上面 然後如果大家對這家球鞋店感興趣的話 可以之後在我們的影片當中觀看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對鍋 對鍋會有很多就是不僅是服裝店啊 有很多化妝品店之類的 就是在表餐到的這個沿路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店 大家可以都看一下 對 這邊一塊真的算是東京比較繁華熱鬧的地方 然後都是以年輕人偏多為主 購物天堂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帶大家到這邊十字路口的 剛才我們提到的叫TOKYO PLAZA的這家賣場 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張大樓的外觀 就很漂亮 這邊一個樓梯的話它是全部以不規則的鏡子 對 微裝飾 然後非常超多人會在這邊拍照的 然後之前我記得有好多 嗯 MV 會在這邊取景 對 很漂亮這邊 很適合拍照 就是來到日本旅遊 來到東京旅遊的話 這邊也算是一個拍照的打卡勝地 對 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剛才樓梯可以上二樓 然後這邊門口也會有一個通道進去 然後我們可以看 大家看一下這邊的比一層和二層主要賣哪些品牌 這幾個品牌以MOSI為主的 然後SL YSL之類的 都是日本年輕女生非常非常非常愛的一些品牌 因為它家好像是同一家同一家旗下的 對 然後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 嗯 阿寶試著戴一下那頂帽子 就很好看那頂帽子 這帽子好滿 哈哈 它是有黑色 對 很好看 很好看 很適合 好看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這邊 不僅有服裝帽子什麼也非常多 而且其實價格也OK是吧 對 價格很OK 大概是多少錢的樣子 這個帽子1900 欸1900OK耶 1900不算貴耶 因為在日本買帽子的話 很多也會上到三四千四五千的樣子 對 對 那裡面是男裝 對 裡面還有男裝 對 裡面還有男裝 嗯 現在已經開始賣毛衣 外套 外套 外套都是人 那夏娃娃 好嗎 然後我們可以 對 敷油下去 這邊的電梯也輸到 車廠樓上 對 電梯可以通下去 大家看 可以看其實非常 然後現在裡面非常的安靜 所以我說話的聲音會比較小聲 好好看喔 衣服都好漂亮 超好看的 超好看的 真的超級好看 欸那件西裝很好看耶 格子了 對 就很適合現在餐 很好看 很好看 對 配齊了 因為他家店非常大 但是因為人不算多 所以很適合逛街 然後其實上行速度非常快 這鞋也好深 可以看到這邊 又不僅服裝 然後鞋 帽 包包 任何配飾都會有 對 好漂亮的毛衣 好看 超好看的毛衣 好好看 因為現在冬間的天氣已經很冷了 就是完全可以穿到毛衣了 對 對 完全可以穿到毛衣了 對 完全可以穿到毛衣了 好可愛喔 這個好像是龍珠 啊 Dragon Ball 的聯名款 對 會先冷 哈哈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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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可愛喔 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 每個顏色不同的人 對 你還很喜歡這個白色 因為想買嗎 好想買 可以看一下 大概想什麼樣子 好可愛喔 可以穿個長靴 大概長度是到這邊 可以當one piece來穿 我個子很難到 對 因為如果是日本女生小個子的話 應該要ético 我堅疚 交給 我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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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逛的一家店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手勢賣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家店的全景 就是非常有質感的感覺 然後包括整個店的裝修 好了 怎麼樣可以嗎 好可愛 很好看耶 這邊有點背光我拍不到你 可以往那邊一點嗎 好看 好年輕喔 我也覺得好年輕啊 超好看的 超愛這個logo 對超好看 而且也顯得 皮膚很白你的髮色很顯耶 很好看 對 很好看 可以嗎 可以 你轉一下背後給我看一下 很好看耶 很好看耶 真的很好看 超好看的 超級好看 可以喔 貴嗎 這件衣服 不貴 我剛剛看了一下是4900日元 那正常價格 對 很多一點 對 好好啦正常價格 我覺得很OK這件 嗯 那你就換了 好 好 他應該會買新的衣服吧 真的還蠻好看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下面 有很多漂亮的帽子 貝雷帽很漂亮耶 而且大家可以 應該感覺不到 但是我自己摸上去 他的手感就非常的好 就很有冬天的感覺 而且顏色很漂亮 一個是紅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卡其色 他家衣服的價格在日本偏正常 就是沒有到 UNIQLO啊 基於這些衣服這麼便宜 但是也不會到特別的貴 就是一般如果是大學生啊 或者就是剛剛畢業的人 大家都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一個費用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如果不會搭配的話 如果女生覺得自己搭配 技巧沒有到特別好的話 可以參照一下店裡面 模特的一些搭配 他們都會從一些配飾到衣服到整體到鞋子 大家可以看到到鞋子 都會搭配得非常的好 然後包括這邊的許多店員 你也可以問他們意見 好 他換好了 你會買嗎這件衣服 會買是吧 好 那如果你想要買衣服的話 就直接跟店員說你要這一件 很可愛的店員 很可愛的店員 對 然後這家店非常的空 你看這邊都不需要排 對 然後剛才我們看了另外一邊 這邊還有一半 就是給我拿了一件新的 對一般如果你在一本服裝店買衣服的話 當時你試穿那一件 就有可能是展示瓶 然後店員會幫你去庫存裡面 拿一件全新的出來 買到衣服開心嗎 開心 算一下真的很可愛 對很好看 對 而且又是合作款 對 然後店內的話 有很多支付方式 可以用支付寶銀簾 然後也可以現金支付 Visa 可以看到店真的很好看 他買了 很漂亮的店員姐姐 對很可愛 對很可愛 日本女生真的很會打扮很漂亮 日本女生真的很會打扮很漂亮 他用支付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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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可以看日本 他們的包裝都會包裝得非常的好 大家也可以看日本 他們的包裝都會包裝得非常的好 好 因為剛才我朋友在這邊 他又買了一頂帽子 所以現在就說 可以把兩樣東西併在一起 用一個大一點的袋子裝 包裝得非常好呢 謝謝 買好啦 開心 那我們就上去囉 逛街速度其實非常快 就一下子就可以看這種衣服 也好滿 主要是好看的衣服太多了 這家店的話 他應該是營業到晚上九點 所以大家其實一般 如果下班啊 或者吃完飯之後 也是可以過來逛街的 他放那麼多 對 要用門口就有他的衣服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從另外一個門出來 剛才我們一開始已經的這家店 就是在對過 對 在 好 我們今天的直播 大概一個小時樣子 就帶大家逛了一些元素 一家 一家 Toco Plaza 和元素裡面的一些小店 對 然後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看的店的話 請記得給我們留言喔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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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